花梨市国联黎明洪小姐因为肩膀受伤 导致无法工作让生活陷入困境 日前市长威嘉燕特别亲自前往探望 她也了解她的现况 希望社会客能够协助她申请各项的急难救助金 帮助洪小姐度过难关 洪小姐从事居家造福员工作 在今年11月时 因工作职业伤害导致肩膀原发性关节炎 整只手臂都无法出力 只能先行休养等待康复再重返职场 但这一等也让她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 肩膀受伤然后没办法工作 然后又要照顾孙子 然后小孩子又在外地打零工这样子 接到通知就马上通报给李干事 然后李干事就协助事工所 我们又在协助民间团体来帮助她这样子 而日前市长威嘉燕也亲自到场探望 并了解洪小姐的现况 除了协助她申请各项急难救助金 也送上一份十五银行爱心物资 希望能帮助她顺利度过休养期 那今天也跟我们社劳客的所有同仁 客长以及我们所有同仁 一起来关心我们洪小姐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自证我们的慰问金 一万五千元以外 那也颁发了部分的一个物资 给我们洪小姐来做一个应急 那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有 市区有任何的个案 都可以跟我们的李干事李长 甚至于我们公所的社劳客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赶紧的来 关心我们所有的个案 那有任何的部分 有需求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 市长维嘉燕提醒乡亲 如果有家庭面临急难 或在生活上发生困境 都可以向公部门社服单位寻求协助 也请大家能伸出援手 向当地李长或李干事反应 来帮助他们占度难关 记者徐立琴华林士报导